就意识到这辆车里肯定有异常情况 就是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救救我 我被打劫了 我就是把那个母女两个受害 受害人送到派档之后 我看看没什么事我也就开了才走 当兵我在部队当了十年兵 在部队受到的教育 应该说对我一生中是很重要的 在大多少人眼里就应该有一种公平正义 有一种正义感吧 有一种静心吧 就是 刘队 这郑三有的母亲 看来是知道些事情的 就看她愿不愿意说了 她对我们有成见 这事可能有点难度吧 什么事没有难度 走 来 大嫂 请 这就是我们亲亲会的 哦 小李啊 一会儿找个车 把这些东西给大嫂送回去 这么多 您上来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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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事 好 好 大嫂啊 这些都是见义勇为的英雄 这些都是真事 这些都是真事 这些人病 正等着换身 这都没人管了吗 当然有人管 政府管 我们基金会管 三有就是他撞死的 大嫂 三有不是他撞死的 他是建义勇为的英雄 我跟您说吧 三有确实参与了银行抢劫 但我认为他不是主犯 我怀疑真正的主犯是郑文辉 如果抓不到郑文辉 那三有才算是白死了 我不能让三有 就这么白白地死了 大嫂啊 你不能糊涂 郑文辉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这一点你要明白 好 那我跟你说 文辉给了我们一笔钱 我虽然我没见到他本人 但是我知道这钱是他给的 这事啊我也没跟他叔说 我想问问你 郑文辉的熟人里边 你有认识的吗 去年有个姑娘 也一块儿来看我们 是文辉的对象 我就知道她叫娟娟 可现在 还是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了 她长得什么样 那年春节 我们一起喝了一张影 那您跟我去拿吧 好 沈总 我组建了三种程序 才把这个给做出来 好 给我看看 挺好 不错嘛 发奖金啊 还需的 沈总 这个就是金龙型卡车 你帮我查一下 都哪些公司在用这种车 有四十多家 你这样 把去往南方的这些解除掉 因为他们不走那条路的 这样就好多了 有二十多家 还是太多了呀 还得缩小范围呀 沈总 这个目击证人还没有找到呢 连找了一个礼拜了 根本没找到什么卖糖的 沈总 这已经是极限了 毕竟咱们的条件有限哪 嗯 行 那我给王律师打个电话吧 看看他那有什么劲点 行啊 来 吃吧 看什么呢 这么正的 新上的电视剧 失恋三人三天 不是前天看的电影啊 现在又翻拍电视剧了 是呢 可好看了 你过来一块看 你快点 不看 换汤不换药 没劲 这失恋的人天天都有 年天都有关锅姐 怎么就没劲了 是 无聊 你们都无聊啊 对对对 我说太有意思了 我说太有意思了 看 太好了 你说的这些啊 刚好跟我的能拼接在一起 哎 你把那个车的型号 告诉我 我记下来 十一号 我去蹲点 到时候 只要是这个型号的车 我都给他记下来 不用记 我把图片代名称 都发你邮箱了 你看一下就行了 行 那好 再见啊 李嘉 李嘉 怎么了 我知道公主姐在哪儿了 这这这这这 我今天才你知道 马虹霞落水那天 是光棍节 这有什么关系吗 你不知道 像什么光棍节呀 圣诞节 情人节呀 这些情侣们经常出没的景点啊 就会出现一帮小商贩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商贩 只有在节假日才出现 对 哎 那明天就是周末 我就是这意思 还真有你的啊 还真是有啊 我是谁啊 我才是真正大侦探呢 对对对 你是马普尔小姐 马 你说我老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马普尔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是你的吧你 马普尔还是很漂亮 说我老叫你说我老 你 谈葫芦 张华 张华 你见我桌上放的东西了吗 没见过什么东西啊 就我前两天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打资料啊 什么资料啊 那里面是基金会所有建勇为者的家庭住址 还有联系电话 怪不得正文会把恐吓信送到家里呢 完了 要被他拿了就完了这事 颜斌 我们走吧 离开这里好吗 小伙儿 你 现在建勇为基金会就是咱们的家 你说你去哪儿啊 我们俩现在躲到哪儿是安全的呢 好 你不走 我走 不是 小伙儿 你 你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 孙岩斌 我是想跟你结婚过日子 不是这样整天提心吊胆的 这种生活我真的受够了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就来找我 我们一起走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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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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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乖 李队 孙岩斌已经出来了 对 好 明白 你这么做是对的 告诉杨子 你一定要盯住 孙岩斌和张华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您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让他盯着呢 来 看看这个 郑文辉 没让你看郑文辉 看他边上那个女人 你怎么弄断呢 你怎么弄断呢 要不人家王律师说你 爱钻牛角尖呢 行 师傅 那我先走了 你终于想起我了 丹姐 我这一直都没进展 哪敢来见你呢 哪敢来见你呢 行 这交给我吧 你去忙吧 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这苏黎智 这工夫太好了 赢面就是这一脚 差点被我踢死 别笑了 他欺负我你们还笑 你吓我 你没办法吓死 天地良 你谁欺负他了 赢面就是 反正你们两个的事啊 就是周瑜打黄盖 怨打怨碍 那个卖糖葫芦呢 是怎么说的 他证实 十一月十一日晚上 他看到了全部过程 而且他还提供了 一个重要线索 说那辆大货车的 打风玻璃上 贴着一个黄色标志 标志上有一个三 小李 交通队那边有什么情况 交通队在事发的现场 发现了一块 大货车的碎片 然后他们通过比对 可以肯定 这是金龙大货车 保险杠上的碎片 这跟我们在现场看到的 刮蹭的痕迹是相过壳的 所以上可以证明 那里发生过刮蹭事故 小晨 你那边的情况 一家呢叫诺克公司 一家呢叫组案公司 事发之前呢 这家诺克公司 所有的大货车 都被送进修理厂 去维修保养了 所以这家被排除了 就剩下这家组案了 根据调查 这家组案运输公司 每年冬季 都是运没去秦皇岛港的 主要成立公司 你们做得好 非常好 我今天啊 准备去正面调查组案公司 让李凯陪你去玩 他不是在查案子吗 案子需要他离开几天 正好他也休息 让他慌慌脑子 让他帮你吧 好吧 还有这块 你看看 行 你先忙忙 你别过去了 穿着高跟鞋 这路也不好走 我去吧 哎 您俩干什么呢 这是你谈情说爱地儿吗 这是工具 您车帮我们车道都堵了 赶紧开走啊 我是公安局刑警队的 李 李警官 你好 我是这片工程的下面经理 我姓孙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孙经理 你好 这位是王律师 我们有一个案子 想请你协助调查一下 没问题 我们全力配合 孙经理 我看你们那些卡车上 都贴的有数字 那些数字是干什么的 哦 我们工地有严格的那个 安保措施 进出工地的车辆都有标识 您看见那些数字呀 就是我们 车辆进出工地的出入证 三号车是运什么的 三号车是重卡 运煤和沙醋料的吧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嗯 你们那些车 是不是经常走河边的小路 以前是未图过方便嘛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开三号车的司机死活 不肯从河边小路的 每次绕了那么一大球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走那条路的 大概有那么十几天吧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嗯 他人现在在吗 他今天出去拉料了 应该快回来了吧 我去帮你找一下啊 哎 李警官 那就是王宝珠 王宝珠 啊 来来来 给我找你 什么事啊 警察同志找你快过来 哎 别跑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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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二 二位 喝点水 王上柱 你刚才跑什么呀 我 我问你 十一号晚上的时候 你开车经过河边 是不是撞过一个人 人是我撞的 可我不是故意的 那天 正好赶上我们加班 我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 困的都不行了 本来要回去睡觉的 可是我们队长 让我再拉一趟再去睡 我当时开着开着 就迷糊了 突然我觉得不对 听到一声喊 我猛地睁开眼 看见车马上就要开到河里了 我赶紧打方向 这时候我再看清楚一个人 被我撞到河里了 那你为什么不停车下来救人 我害怕呀 探头一看 那女的没死 游得还挺好 我怕她让我赔钱 我就跑了 你知不知道 这大冷天的 要是没人救她 有可能她会冻死在河里 我当时啥也没想 我救下来别赔钱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肇事逃逸 不仅要赔钱 而且还要坐牢 我怎么这么倒霉我 为了给我妈看病 家里都拉了五六万的饥荒 我真的没钱 来 王上柱刚才这孩子说的话都是实话 他家里确实就他一个壮老李 母亲前两年生病欠了一屁股帐 刚才的具体情况你也都了解了 这孩子呀 在我们公地人品是相当不错的 丁警官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替他就不行 您就放他一马 给他个机会 经理 你的心情我了解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法大于情 没想到赵氏司机还是没有偿还的能力 抓一个人容易 可是就毁了一个家庭 老李的病还是没有办法治 怎么办呀 我现在觉得 这比我们警察破案还蛮 我们想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犯罪 只要他犯了罪 我们就抓他 可是基金会考虑的 是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算是理解我师父的难处 是啊 有限的资金 要救助那么多人 刘密组长真的是很难 李凯 你知道吗 其实我对刘密组长的定义印象并不好 为什么 一见面跟我谈的全是钱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他是一分钱败上两个报话 李凯 你爸不是做生意的吗 怎么不帮帮你师父呢 你别提我爸了 本来我爸就不同意我当警察 他对我们这个职业啊 根本就不理解 你要是让他给基金会捐钱啊 他更没兴奋 这些我都努力过 是啊 我也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 来了解我们的事业 这里真安静啊 好容易休息一下 我还把你拉出来 你不怪我爸 我怪你什么呀 现在勤队是让我放假 师父请我吃饭 你拉我出来陪你办案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 其实这两天我都想通了 明天我就准备去上班 给了你价了 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呗 我哪有心思休息啊 通过这次生死考验 我现在明白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第一个冲上去 生死我都不在乎了 我在乎 你怎么那么浑呢 投一张 投一张 那个 对 这也不错 这好吗 你觉得呢 您回来了 秘书长 李国强的建议勇为称号 批下来了 真的 这儿还有五千块钱的奖金 我总算没白忙活这么多天哪 什么叫你总算 你还没怎么着腰上功了 谁腰功了 我这是高兴 证明大家努力又一次见效了 对不对 每到这个时候呢 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莉莉说得太好了 郁佳 怎么了 不高兴啊 现在老李终于有了称号 又有了奖金 你应该最高兴才对啊 是你应该高兴 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打钱对于老李来说 还远远不够 对于他今后的治疗和生活 这还是问题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的 王律师 你和小李明天把证书和奖金 先给他送去 好的 您放心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应该是 我们谢谢你啊 要是现在再碰到这种事 我只要能动 还是会选择救人 老李 你 洪霞 有件事啊想要告诉你们 赵氏司机找到了 他叫王霜柱 是祖安运输公司的司机 你们想不想见一见他 见 一定要见 我倒要看看这个 撞人就跑的家伙 到底长什么样子 咋就那么狠心哪 把人撞到水里就跑 要是当时没人发现 洪霞这孩子还能活吗 老李 别那么激动 洪霞 你也别哭了 你们的心情啊我能理解 但是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赵氏司机的情况 其实这个司机啊也是个老实人 为了赚钱 不管是感冒发烧都出车 这次啊也是因为疲劳驾驶 而造成了洪霞的落水 他疲劳驾驶 就撞了白撞了吗 那我要是死了就白死了吗 老李的病就不治了吗 王律师 但是我觉得洪霞说得也有理 不能因为他们家穷 就不追究他责任吧 这个我也明白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 体谅一下对方 至于责任问题 这还要由公安部门来鉴定 待会儿去见赵氏司机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的 别太激动了 争吵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咱们还是要往前看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很好 很愉快地解决了 对谁都好 你们说是吧 我刚才太激动了 对不起 王律师 我们听你的 你说咋办就咋办 你也不用害怕 我和王律师专门去了一趟老李家 把你的情况呢 跟老李和王侠已经说了 我想他们会理解的 但毕竟这是一场事故 所以呢 我们还是尽量地想办法 解决问题吧 这位就是王双柱了 他是左岸运输公司的司机 这位是马洪霞 这位呢就是咱们李师傅了 今天我们把三位 请到我们基金会来 咱们不是来吵架的 我们来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王双柱你来先说说看吧 我 我糊涂啊 我对不起大家 当时如果我下车救了洪霞 李师傅就不会救病复发 总之是我害了李师傅 我后悔 我真的后悔 我家穷 我妈患病长期过床 家里欠了五六万的饥荒 为了能让公司多给我 发点加班费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一天都没休息我 每年过节 我都是在车上过的 看到万家灯火通明 想到我妈一个人在病床上 我心里不是四分啊 我心里不是四分啊 我知道这样改成不好 可是只有这样 我才能多挣到钱 出了事之后 出了事之后 我每天害怕得不敢睡觉 就怕被抓着 我想跑 可一想到我妈 我又放弃了 我得出车 我要挣钱 我想清楚了 俗话说杀人偿命 我虽然没杀人 但我违反了法律 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都是苦命人啊 当初我救洪霞 是我应该的本分 这孩子看来也老实 我就不想追究他了 洪霞 你说呢 既然李叔都肯原谅他 那我就原谅他好了 洪霞 我洪霞 感谢你们大乐大德 借给我洪霞 粉身碎骨也要把达你们的恩惠 好了好了 咱们秘书长啊 已经给李师傅联系好病房了 是 下午李师傅咱们先到医院去 做个全面检查 好啊好啊 她的风湿性关筋炎 已经引起了新奇的病变 情况不容乐观 需要住院治疗 那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保守的估计 要想彻底地治好 医药费加住院费得十万块 那么多 多少都得先住院治疗啊 这是秘书长交代的 医生 您开住院单吧 好 来 老弟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老哥再敬你一杯 老哥 说老实话 这些年兄弟没少帮你 现在兄弟是有难的 老哥 老哥 你也得帮我一把啊 没问题 咱哥俩谁跟谁 借钱 借钱 你看这几年经济也不景气 那老哥手头上的 也没有足够的钱借给你 就借几万 几万 你看你还说你没钱 这几万块钱在你眼里呢 还不算个什么 要不这样吧 这顿饭我请 你知道 这空可乐瓶还能干嘛吗 什么用 浇花 好 他们说 这是个土质的消炎器 你可别开玩笑了兄弟 你又没有枪 这个枪 哎 哎 兄弟啊 可怕他这么开玩笑啊 我像是开玩笑的人吗 师父 听说郑文辉出现了 在篮岗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动手啊 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等 不及 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师父 让我回来帮你吧 现在还不用 等有了准确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对啊 凯子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过的话 要抓住身边的任何一个细节 这对你今后的工作 会有好处的 知道 知道 你不要说过 等会 你不要看我 你能不能进行 你没想到 你不要看我 你不要看我 你有病吗 你干嘛呢 打我你都不管 我都不想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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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他了 什么 找到了 太好了 他叫什么 住在哪儿 他叫冯小圈本市人 户口所在地址是胜利小区八号楼二零三市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赶过去 谢谢啊 凯凯的妈 你好 你好 这个公安同志啊 想找你了解一下冯小娟的情况啊 她以前不是住你们楼上吗 好 是她吗 对 是娟娟 怎么 你们找她呀 我们找她了解一些情况 她早就不住这儿了 听说她是小姐 每天回家都后半夜了 她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呢 您知道她跟什么人有来往吗 不知道 对了 我有一次还在城府公寓探见过她呢 您确定 确定 可还是人长得好看吃香啊 人家都住上大房子了 谢谢 谢谢 哦 客气 就这样啊 好 再见 这个女孩是住在你们小区吧 好像是见过 帮您查一下吧 好 找到了 八栋七零二 冯小娟 两年前入到我们小区 你看到她平时跟什么人有来往吗 好像是有位老先生 嗯 大概半个月来一次 住两天她就到了 这个照片上 这个男的见过吗 没有 没见过 这个冯小娟现在在屋里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行 好吧 谢谢 就在这儿了 好 我们是公安局刑警队的 有一些事要找你了解一下 什么事啊 可以进去聊吧 谢谢啊 没事 谢谢啊 没事 什么事啊 郑文辉你认识吧 不认识 是 这个怎么解释 你们怎么有这个照片的 这个我想 是有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玩嗨了 一起很远留念来着 你说的那个郑文辉 就照片上这个人是吧 我希望你能够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 警察同志 真的 我们就见过那一次 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这个郑文辉 现在是我们通缉的药犯 如果你包庇他 也属于犯罪行为 你明白吗 我作为公民 我肯定知道包庇罪的严重性啊 但是我真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 好 这个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想起什么 给我打电话 还有我要告诉你 有些人的命你是救不了的 你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希望你明白 再见 他现在就死咬着没见过郑文辉 这个圈圈不简单哪 一般的女孩被你这一问早就吓坏了 他能这么镇定 说明他和郑文辉一定有关系 他的电话单子我们都打出来了 可是没有发现他和郑文辉有联系过 这个娟娟是个重点人物 要从外围摸清他 好 在歌厅我有个县人叫文琪 我去找他尝尝 我去找他 去找他 然后我去找他 准备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他和郑文辉的 让郑文辉的 凯哥 轻点 轻点 进去 凯哥 我 我没犯事吧 紧张什么呀 我找你有事 您说 照片上的女孩认识吗 凯哥 你还好这口 你也喜欢搞插作 说什么呢 我问你 你认不认识 凯哥 比这女孩好得我认识得多了 要不 我给您介绍介绍 我问你 照片上的女孩认识吗 她叫涓涓 认不认识 凯哥 你让我怎么说呀 这叫涓涓呢 我这几天认识得多了 是吧 是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是有胸没屁股的 还是有屁股没胸的 我说是吧 走 跟我回去对你先有点事 凯哥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我说 我错了 咱快说 认不认识 认识到认识 不过都好多年了 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应该是在达达叶走 说的是实话吧 凯哥 我怎么敢骗您呢 慢走 凯哥 沈总 你穿那么正式 裹这么严实干吗去啊 不是 你让我穿得正式一点吗 你 来 戴上 就知道你没戴 说吧 案发现场在哪儿 什么案发现场啊 不是 你让我来破案来了吗 谁让你来破案了 我让你陪我去协助调查 那不还是破案吗 行了 别啰嗦了 走走走走 这玩意 走走走 走吧 进去吧 叶总会 对啊 叶总会啊 我来就是叫你陪我到叶总会里面 调查案子 你开玩笑 这儿查什么案子 谁跟你开玩笑啊 这个叶总会里面 有一个陪酒女叫娟娟 她是郑文会的情人 你不是一直说 要配合我们警察调查案子吗 机会来了 自己不要放弃啊 哎 不行 就这样的地方 你把我弄进去 万一让谁知道了 她 啊 谁啊 哎呀 你懂的 那谁 谁啊 啊 苏莉莉 行 行了 你别想太多了 我让你过来 就是给我做个证 我是警察 出入这种场所不方便 那你找杨子嘛 杨子也是个警察 对 这儿很贵的 谁买单啊 甭管那么多了 这儿自然有人在这儿 走 啊